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异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跟你们讲讲《心经》 因为你们天天在念嘛 《心经》其实里边有个非常重要的秘诀 就是讲的一个心 所以《心经》的心里边包括四种力量 《心经》里边第一种力量叫 慈悲神力是观世音菩萨 慈悲的人他有一种神奇的力量的 你去看一个慈悲的人 可以化解所有的烦恼和痛苦的 你对人家好慈悲的话 他有一种神力的叫慈悲神力 《心经》的第二种力量叫智力 智慧的智 大智慧是哪位菩萨 记住了啊 文殊师力菩萨 《心经》里边有智慧 第三种《心经》里边有一种法力 菩萨当中都有法力 哪个是法力最大的 是行 大行普贤菩萨行力 行力就是法力 还有一个叫愿力 哪位菩萨是愿力啊 地藏王菩萨 你看这个心经的心字厉害吧 一个心字就会有四种神奇的力量 隐藏在里边 经常念心经的人会有力量的 很强的力量听得懂吗 心经就是观世音菩萨叫我们要明心 因为凡夫他没有明心 所以就是烦恼在作业 这个业就是业力的业 所以呢 烦恼作业 之后呢 你就受无边生死苦 所以心经呢 讲了 观自在菩萨行生 般若般若密多时 造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 就是教我们 认识自己 观自在 就是让我们自己认识自己 你们记住师父一句话 很多人不认识自己的 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多少本事 吃鸡碗饭能够做什么 什么都想做 什么都做不好 还牛得不得了 所以菩萨就是让我们观自在 你们好好的先认识一下你们自己 你们自己都不认识自己 你怎么能度自己呀 你看很多人学博之后改得了毛病吗 你们告诉我呀 为什么改不了自己呀 他发愿的时候 他觉得他自己能够控制的 菩萨我发愿 为什么发了愿他违愿呢 因为他不了解自己呀 你已经毛病到骨髓里了 你很难改掉 你不是跪在菩萨面前说 我要改就改得掉的 所以学佛要观自在菩萨 要你们自己先了解自己 你才能度自己 佛要我们先认识自己 你才能认识众生 所以佛度众生 看看自己缺什么做什么 应该拥有什么 自己就好好去弥补什么 叫应激说法 认识自己认识众生 一切众生无始节以来 他们因为与一切法 他们在人间的法相当中 不得自在 他们被世间的所有的物欲 人和事所束缚 所以他们不得自在 你想想看你们今天有欲望吗 我要这个 我要把家弄好一点 我要有钱 我要有名 我要有利 我要孩子好一点 这个都是欲望 所以你们被这些控制住了 我曾经跟你们讲过 你对哪一个事情特别感兴趣 你就被哪个事情绑住了 你对你孩子的要求高 你被孩子束缚住了 所以很多人就是慢慢的离开了菩提心 去观色 就是着色 你没有菩萨的心 你去看这个有色世界 你就会被这个世界所残扰 那么你就不得自在 那么反过来这句话就是告诉大家 你好好的要观自己 是不是自在啊 让人间自在不自在了 不能被人间所染灼 不得自在 现在的人 闻香 这个鼻子一闻香了 为香所染 为香所束缚 不得自在 有的时候呢 讲话 哎呦 不能讲错啊 不要去得罪这个啊 你被文字所束缚 你又不得自在 你的心 触觉 哎呀 我这个心啊 难受啊 我这样做啊 我会对不起自己 我觉得哎呀 良心上过不去 你又被外层所染 内层所染 你又不得自在 你说说看 你怎么能够观自在啊 所以菩萨让我们要观心无常 看到自己的心是无常变化的 要观心无心 心空 尽 知道这个心 最后可以有 也可以没有 你们今天有这个心 可以有 可以没有 叫心空 尽 尽 你说 我问你 你们睡觉之前 本来是想不通的 很难过的 一件事情 后来 实在疲倦的不得了 最后想想 哎呀 管他呢 那空掉了 不要去想了 有什么好想 想了也改变不了了 明天再说吧 空了吗 空了之后怎么样啊 尽了 尽是什么意思啊 睡觉呀 空了之后 睡觉 想都不想了 有什么好想的啊 世界不就这么回事啊 好了 激进了呀 激进一直保持激进 到后来呢 涅槃了呀 那打坐的时候 两个腿一盘着 什么脑子都不想 不激进了吗 激进到最后怎么样了 涅槃了呀 因为法 因为法在人间的一切法都不是真的 所以很多人 关 你关什么呢 你关自在 你关不了自己的自在呀 因为你关 所有的东西 你关财了 你会引起自己的贪心 你关色 你就会拥有色心 你关明 你会要求明的心 所以要叫你们离境呀 听得懂吗 离开这些境界呀 你到最后要关自己的心 关心就无心 关心要关到自己没有心 烦什么 有什么好烦的啦 人生不就这么回事啊 好了 无心了 心空了 静进了 所以一切法 如幻如幻 所有人间的一切 都是像梦幻泡影一样的呀 所以 当你知道一切法 如幻如画的时候 你一切法得自在 你什么都得自在 那么 再跟你们讲一句 照见 五蕴皆空 五蕴是什么 色 受 想 行事 色是什么 看见的 眼睛看见的颜色吗 受 感受 想啊 脑子天天在想 肚子饿吗 想吃饭 身体累了吗 想睡觉 是不是想了 行为呢 思维上面的行为 是看不见的 你如果路过一个银行 你脑子里想 哎呀我过去 想一下好吧 是不是 思维当中的行啊 事是什么 固定的意识 已经固定了 这个意识 身受想行事 听得懂了吗 什么叫照见呢 你要把它看穿 就是照见 要用般若 智慧来看穿它 因为人是看不穿的 只有用般若智慧 般若不是向外求 而是向你的内心 来发现它 你自己的心里面 有五蕴啊 你要想让五蕴 接口 你是不是往心里啊 对不对啊 如果你今天 被五蕴 所缠绕 照见就是 师父用最简单的 白话佛法 就是告诉你们 叫看穿 看穿了 这个事情了 但是你看不穿的 很多人 我想不懂呀 别人劝了半天 我还是 我明天再来劝你啊 他说明天来 我还是想不通了 你看不穿 所以菩萨叫我们照见 你自己思维当中的 设受想行事 全是空的呀 如果你被五蕴 所缠绕的话 你就不能认识自己 你看很多人 做出来的事情 我怎么会做 这种事情呢 我为什么会做 这种 你就是做了 因为你的自私的心 让你做了 你不了解你是一个很自私的人 所以很多夫妻吵架 他说你自私 你说他自私 所以行生菠萝 菠萝蜜多时 这个生实际上很重要 行生 大乘佛法 称为生菠萝 大乘佛法 这个菠萝是生的 就称为生菠萝 小乘佛法 这个菠萝就称为小菠萝 所以行生 就你们要去行 大般若 大智慧 就是大乘佛法 大智慧的 这个般若 所以心经要理解它 行生般若 般若 密多时 也就是说 你今天学心经 你要懂得 我今天在行大乘佛法的时候 我要明白自己是不是拥有善根 是不是我在生菠萝当中 能够去做 去行 能造见五蕴皆空吗 很多人一辈子造不见的 我问你死的时候想不通的话 看不透的话 凭什么我一辈子被他欺负啊 我这要走了 我气死了 很多人我告诉你 被人家真的气死的 他就想不通啊 他能造见五蕴皆空吗 想不通啊 五蕴是什么 五蕴是众生啊 五蕴也是你自己啊 因为你自己是众生 如果你要认识自己 你就在五蕴当中 所以你造见五蕴皆空 你要懂得 人都是用虚妄心 活在这个世界上 你只有把人间这个虚妄心 我之心 全部去掉 你只有把菩萨的心 放在你的心中 你才是一个 没有贪心 才能造见虚空 拥有图体心 所以为什么说 到极乐世界 必须要空性 要造见自己的五蕴 因为五蕴有了 你就会有烦恼 我问你们呀 这时候想行事 看下这好的东西想要吗 烦恼吧 感受了 开心了 不开心了 难受了 不难受了 是不是瘦了 瘦了之后 会不会影响你呀 想运 想妈 什么事情 想过来想过去 想来想去想不通 越想越想不通 越不想越想要 越要想 越想越想不通 不想也没办法 就是想 想到后来呢 想出事情 所以造见五蕴皆空 你就看见了 佛陀啊 菩萨在你的心中了 那你的心当中就是净土 看穿的人 是不是心中有佛了 不跟人家争的人 是不是心中有佛了 他不是看穿了 看穿之后 是不是心中拥有净土了 我都没想过来 我只是想过来 你能做到 你能够做 你能够做 我来不做 我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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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够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